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是永不止息 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 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 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 先知所讲的也有限 等那完全的来到 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 我做孩子的时候 话语像孩子 心思像孩子 意念像孩子 既成了人 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 模糊不清 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 到那时就全知道 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如今长存的有信 有望 有爱 这三样 其中最大的是爱 我们听了今天的经文 格林多前书13章 8到13节的经文 我们也把它再分成两个部分 一起来看一下 8到10节 11到13节的经文 那么在这个前面 昨天我们看到了 一起分享了 爱的必须性 为什么需要这个爱 然后爱的它的这个本质 那么爱的本质是神他自己 耶稣他自己 因为爱是神的本质 然后呢 今天呢 来通过这8到13节的经文 保罗在讲述 爱的永远性和它的优越性 那么今天呢 这8节的一开始就这样说 爱是永不止息 爱是什么 爱是怎么样 永恒的 它是怎么样 永远的 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边 强调这爱是永远的呢 因为啊 他这里边讲 先知讲道之能 终必归于无有 说方言之能 终必停止 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 有限 先知所讲的也有限 然后等那完全的来到 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教会里面呢 恩赐也好 然后啊 讲道也好 等等这 我们在教会里面的 这些 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的这些呢 都会怎么样 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都会归于怎么样啊 无有的 就是结束了 那么在这里边 我们要注意一点的 它不是说 恩赐无用论 不是说恩赐无用 不是说讲道 没有用 恩赐也好 讲道也好 都是为了训练 操练我们 信徒 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成长 成熟起来 能够向着耶稣基督 怎么样啊 成长 有耶稣的生命 最终能够等耶稣 再来的时候 能够承受那天国的生命 所以这些呢 是来操练我们来用的 所以神给我们来用的 为了建造教会 为了我们之间的 彼此的服侍 为了操练我们 所以啊 这些操练我们的 等我们进入那 完全的天国的时候 它就怎么样呢 就是没有了 不需要了 不需要了 但是呢 保罗在这里面 跟我们讲的 爱呢 却是怎么样啊 永远的 爱呢 它不会怎么样啊 消灭的 爱它不会怎么样啊 没有的 因为 爱是神 它自己的怎么样啊 本性 它的属性 它的本质 并且呢 它在统治天国 是用什么呢 用爱来怎么样 统治和管理 耶稣的所有的行为 上帝的所有的行为 的出发点 都是什么啊 爱 包括在旧约的时候 它对以色列百姓 它来惩罚他们 击打他们 物理是什么呀 是为了让他们怎么样 悔改来怎么样啊 归向神 都是出于怎么样 爱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分清楚 这些 那永恒的是什么 并且呢 恩赐也好 讲道也好 我们在教会的学习也好 这些 它的这个 本质是什么 很多的时候啊 教会就强调 这个讲道 强调这个教导 当然我们要强调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才能够改变 我们的生命 但是在强调的过程里面 太过于强调 里面没有什么 没有爱了 它就变成了 律法主义 教条主义 所以呢 我们要 能够掌握这个均衡 一面我们要 掌握好这个真理 一面我们要掌握好 怎么样 这个恩典 我们一面 要强调这个恩赐 要强调 这样的服事 强调讲道 强调教导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 爱 要让爱成为它的出发点 要让爱成为它的 怎么样 基础 成为能够拖住这些事工的 这一切事工的出发点 要从这爱来 开始 愿这个爱 在你的里面 我们再继续看这个十一到十三节的经文 保罗呢 在这里面继续的 更具体的 更有这个实际感觉的 将这个爱的永远性和优越性呢 给他讲述出来 他用这个小孩子成长的过程来讲述 就像这个小孩子一样 你看十一节这样说 我做孩子的时候 话语像孩子 心思像孩子 意念像孩子 继承了人 就把孩子的事怎么样 丢弃了 他用孩子的时候 小的时候 他用小孩子的生命 像长大了 就要把他怎么样 丢掉 也就是说 我们通过这样的操练 我们通过这样的过程 我们要怎么样 成长 要有成年人的思想 要有成年人的怎么样 生命 所以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 你们不能只是停留在那小孩子的时候 你们要有这样的分辨的怎么样 能力 你们要能够分辨出这些恩赐 这些外在的事工 它的作用是什么 最根本的是什么 来告诉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保罗在这里面讲 那么在神的这个 他的国度里面 神的这个法则里面 最重要的 永远的价值的是什么 就是爱 爱是永远的 当我们去天国的时候 可能这地上的教会的 所有的事工都 可能就 不是事工 就是比如说 恩方言 恩赐 等等很多了 很多的这些就没有了 但是爱 它是怎么样 永远的 因为它是神的什么样 本质 并且保罗在这13节里面讲 如今长存的有信 有望 有爱 这三样 其中最大的是爱 那保罗不是在这里用比较的方式 说信 望 爱 爱最重要 不是用这种比较的来讲的 而是在讲的这个爱的怎么样 本质 它的这个优越性 那么信心和盼望 是我们信徒对神的怎么样 对神的一个态度 态度 当然信和盼望 它也是永远的 但是支撑住这个信和盼望的是什么呢 是神的这个本质的属性 爱 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这个神的爱 那么我们不会有信心 信心是什么 是对神的爱的反应 是我们进到神的爱里面 盼望是什么 是我们在神的爱里面仰望它 这就是盼望 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这个爱的话 我们怎么能够谈信呢 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这神的爱的话 没有这十字架的爱的话 我们里面怎么能够谈到有盼望 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讲 爱 有信 有望 有爱 其中最大的是什么样 爱 各位弟兄姐妹 保罗不断地在这里面强调 在这十三章里面强调 这爱的永恒性 这爱是神的本质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要抓住这个本质 所以 我们在过信仰生活的时候 我们其实我们的生命 信仰生活就是我们的生命本身 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做的所有的事情的出发点 我们都要来检验一下 祝愿大家今天有这样的检验和检查 里面有没有这爱 出发点是不是神的爱 有没有这神的爱 我祷告 我服事 我做每一件事情 它里面是不是除了爱出发的 爱一个生命开始的 爱一个灵魂开始的 爱一个弟兄姐妹开始的 爱主缘开始的 爱这个 长老执事 爱这个不幸的人 开始的 穿福音也是一样 有没有这个爱 在这个里面 服事 有没有对这个教会的爱 对我这个团契 对我这个小组的爱 在我里面 祝愿大家能够来 察验一下我们自己 然后让我们所有的行为 都能够从这爱来出发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请你将你这永恒的爱 浇灌在我们里面 让所有的出发点 都是出自于这爱 就像你 爱我们造了我们 爱我们立下了拯救的计划 爱我们把独生的儿子给我们 拯救我们一样 把你的爱赐给我们 并且让我们所有的出发点 都开始于这爱 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